保理人中如孫伊邀請到館來個社團 表演精彩寡母以及唱唱天 希望為大家帶來歡樂 南大館中好節儀教育發展學位 今時安排愛國士林哭完的威嚼 讓大家了解到五日子的由來 頭過多久 讓中夥走出來 實在更多朋友 讓生活變得更加上昇 雖然五日子已經過世了 但是保理人中如孫伊在這後 邀請館來個社團來表演精彩寡母 還有唱唱功 中華從如教育協會也秉持著孔子的精神 所談的一個孝涕 那今天台灣整個我們的老年年齡層越來越高 那我們要做的不是除了年紀以外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一定的幸福指數 那麼我們雖然在地上 最重要就是對我們在地上的負負 那麼老大人說起來的一生為家庭 為地方 為社會 這個付出和這個奉獻 那麼這個年紀的當中 我們可以讓他們有一個真正的快樂 感恩 健康的環境和身體 包括保理人中如人會 要求他吃 合成立的頂教掌 帶來政策的寡母表演以外 南大館長後 這期九郵發電協會 不如命令奉獻 因為我不得回家 我們重如學院 這次可以讓我們南大館 五六的社區 這個聚殿的長輩 可以共聚一堂在這裡 由他們這些老師 當然對這個健康 對樂觀 正向 各方面的這個分享 我相信說 其實長輩就是要快樂 身體才會健康 那重如書院呢 他所推崇的呢 就是我們孔子的一些教育的理念 那在這個社會當中呢 我們非常需要 像這樣子的一些概念 特別是呢 教我們尊師 仲道 還有孝親的這些道理 透過國社團的交流活動 讓頂部走出來 食材還有很多朋友 增加人生的幸福感 讓生活是越來越快樂 既照反昂觀察方報道